剛才我和選管委會的兩位委員 已經巡視了由尖旺區的票站 看到票站是運作暢順 而稍後我們會繼續巡視其他的投票站 我們今天是有信心 今天的選舉在公開、誠實和公平的情況之下進行 投票和點票的工作都能夠順暢 在合理的時間之內 盡快完成點票和宣布這個選舉結果 截至上午十點半 地方選區方面 全港一共有27萬0310名的選民投票 累積的投票率是6.24% 地委會界別的投票率是60.62% 我想在此指出 由於今次的區議會的組成 和選民的基礎和投票的制度 都是和2019年的區議會一般選舉不同 所以就不適宜作直接的比較 兩次的選舉的累積投票率 投訴數字方面直至上午十點 選管會、選舉主任和投票站主任 今天一共收到51宗與選舉有關的投訴 投訴的內容主要是關於選舉廣告有26宗 特定是最多的區議會